在非洲中部的刚果共和国 如果家里没有这样一台木板战车 估计你都很难跑得到老婆 它凭借着卓越的品质低廉的价格 成为刚果每个普通家庭必备的 在这里你可以没有文化不会手艺 但是你绝对不能没有这样一台 用来养家糊口的赚钱利器 你看它在重能力如此惊人 却不用汽油不用电 百公里只需要两个馒头外加一碗稀饭 今天有幸遇到一位制造木板车的大哥 他七岁开始跟着爷爷学习造车 现如今他都已经三十有八了 靠着这门手艺在当地混的那是风生水起 可以说无人不小无人不知 享誉十寸八里 他用锤子配合凿头在修整好的木质 圆盘中间凿出一个小洞 一番斧劈刀砍的操作后 制作出规整的圆形 再把一个削好的梭子形木棍固定进去 给它当作中心轴 几个滚珠轴成是整台车最贵重的金属部件 套在木棍的两端显得高端又大气 跟着把它放在二手市场 逃来的就门框上面比划一下 如果哪里有点瑕疵随时给它砍上两刀 直至修整到尺寸大小合适 转动丝滑顺畅了才肯罢休 接下来给木轮包裹上一层二手橡胶轮胎皮 用钉子做固定使其合二为一 这样一来才能保证木质咕噜经久耐用不易损坏 另外多少还能附带一点减震效果 以减少行驶路途当中的些许颠簸 车头立柱的出厂尺寸由师傅临时决定 多砍一刀少砍一刀完全取决于大哥今天的心情 对于方向盘的制作倒是稍微有点难度 首先要准备一根地自行竖刹木 再加以师傅根据原有形状 进行无数次的手工刨销塑形才能完成 像这样的纯手工石木板车 大哥稍微加点斑的话 一天能够出厂两三台 不过依然是周少僧多功不应求 后在身旁等待成品的群众比比皆是 由此就能看出这种踏板车在刚驳的火热程度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它的存在 那么如果从这里进口几台回来 您觉得它在国内卖多少钱一台合适呢